美團又可不可以駁一下一個 就算不是駁業績 都駁它們放鬆 就是那個股價有機會再衝多一陣 是的 其實李生我昨天都駁了 等了很久的了 真的成語守株待兔 等它踢穿178那些位置 昨天踢穿當然是衝它一轉 那李生都已經吃了 沒有 真的你短炒沒有辦法 你不知道明天會閃 難得它踢穿完還有一棍 那你說至於炒業績或者炒消費那樣東西 我覺得OK的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它上一次美團出業績之後 其實走勢挺漂亮的 貼著都是買上的 那你可以想到 今次的業績大家一定會憧憬為好 所以變成你星期四前 就怎麼都是會硬正的 那當然Irene也都說了 零售消費的 就是可能你說疫情放緩 或者可能阿爺在捕一些零售消費的 都是利好美團 所以兩道力加起來 就令到它昨天已經率先破了近排的高位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它星期四前可以挖回到180元邊 我就覺得可以短炒一下 就是你說現在好像盤前的 是啊 我都在按手機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180元OK啊 你最多穿回到178元 那你就走了 如果你落到178元以下的 那就是說昨天那天假突破了 那我覺得有直撥也看到的 但是你說過不過市呢 就是過不過星期四業績後呢 這個真的是看看你之前有沒有贏 或者看看你用什麼工具去搏 因為你始終如果你說 怕用call的 那可能引申波幅會不會有些變化 因為大家都如果有炒開都知道了 通常業績前後的引申波幅會有些變化 可能買牛仔會好一些的 牛仔的話 那沒有引申波幅 可能你買軟價一點點 那個槓桿都OK 那我自己看 如果業績不會太差的話 其實應該都可以繼續上升 視乎你的入場價是什麼意思